词曲 李宗盛 这是 千姐的? 仔细想想 我确实从未见过千姐的脸 每次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而忽略了重点 小 小 三七八 其实千姐真面目的机会就是现在 小子 把钉子给我 小子 把钉子给在一起 小子 太厉害了 遇到的过活 有人会把你熬紧 树上 别不要紧 勇变勇气 去帮帮微信击击 再更 惊醒 小心 装到惊奇 你是眼皮筋 不要摇曳 怀疏太厉害 没说完的故事 下次再慢慢的 都将给你听 哦 好的 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 电力公司那边怎么说 雪太大了 检修的人过不来 还是我来吧 不就是暗电线路吗 请放心交给万能的维尔威吧 啊啊 先坐下 先坐下 哎呦 可思摩 哈喽 我再想想办法 葛楼上应该还有几床被子 为什么不用壁炉 嗯 对呀 只要点起壁炉 小葛蕾羞就会暖和起来了 不过 好像很久都没有使用了 哎哎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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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啊 不能打开 机会不能打开 哈哈哈哈 disci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哟 我送给你的小裙子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梅笔巫斯教授 我怎么知道 写真集 时尚牛仔裤何集 特约模特是 千杰 你 在打工吗 别看了 找死 大家快来看呀 是千杰的写真集啊 喂 这张拍得好可爱呀 千杰 很适合你啊 这些角色 有点隐熟 公主殿下的威胁 就由我来守护 我看看 语人 我已经忍你太久了 哎呀 我会誓死守护我们的约定 知道 那个 大家 不 不要再看了 不要动 今晚 就留在我身边吧 不要再看了 哇 啊 啊 啊 总感觉 啊 好像比之前 更冷了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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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房间一下子就暖和起来了 没想到播了这么久 这个壁炉居然还能使用 好饿呀 要是壁炉能烤牛排或者烤红薯就好了 哈哈哈 疼疼疼 这个不能吃 大伙快想想办法呀 啊 我好像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哈哈 哈哈 哦 已经饿出幻觉了吗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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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等 真的是红烧牛肉的味道 啊 啊 啊 我煮了泡面 吃吗 啊 太文老大 我要崇拜你啊 大家把泡面的碗传过来 热乎乎的泡面 还有谁没分到吗 嗯 谢谢 哎 还一根火腿肠 我也有 小心烫 谢谢老大 哦 整个人都暖和起来了 真好呀 没想到 还能吃到热乎乎的泡面 有点想起上中学的时候了 再来一碗 对了 千吉 别害羞嘛 快来吃面呀 我不吃 真的不吃吗 对了 对了 大人 我来吃了 那不是 你有没有 没有 我来吃了 啊 黃金庭院的燈都關著 大家應該已經睡了吧 唉 還是回來晚了 小哥累羞 一定很失望吧 原來如此 幸好帕多囤了這麼多泡麵 也算是機緣巧合了 是啊 要不是有菲利斯 大家一定還餓著肚子呢 其實也不用謝我啦 這些泡麵是從凱文老大那裡拿的 一直沒想起來吃 我? 是啊 就是你剛搬過來的時候 不管怎麼說 總算解決了住房問題 雖然室友有些個性十足 但應該都只是普通的租客而已 所以 明天還有工作 今晚早點睡吧 是別墅的貓啊 竟然跑到這種地方 喂 芊傑在外面嗎 咪呀 好像不在呢 走啦 走啦 咪呀 好像不在呢 走啦 走啦 真懷念呀 總覺得 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 是啊 明明已經過去那麼久了 既然已經過去了那麼久 那這碗麵 還能吃嗎 還能吃嗎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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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 唉 還是少吃點吧 塞掉到這個 dough выше 右邊 过来啊 小白叔 别害怕 我们 小白叔 哎呀 好吵 什么 地理恢复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菲利斯 你还好吗 我 我刚才做了个梦 别着急 慢慢守 在梦里 大家都消失了 到处都是怪物 月亮很圆 我抱着一个小箱子跑了很久很久 可一转眼 你们都不见了 剩下我 一个人 好了好了 放轻松 我们不是还在吗 只要从梦里醒来 就不会有事了 别担心派多姐姐 梦是不会伤害到你的 深呼吸 你会慢慢平静下来 难道说 这就是过气泡米的副作用吗 天快亮了 快看 雪停了 又是新的一年了 哇 世界都变成白色的了 是啊 和平时完全不一样的 拿着 呀 千姐好细心哪 夸夸你哦 千姐一直是个温柔的好孩子 别想太多 我只是不想被你们传染感冒而已 小心照料 谢谢阿波尼阿妈妈 那边的天变得好红啊 啊 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梅笔巫司教授应该是第一次看日出吧 教授他平时总在实验室里连夜工作 想必也没留意过吧 哼 大惊小怪的 不过是个普通的日出而已 以前看日出的时候 不是在片场就是在飞机上 总是匆匆忙着的 不舒服吗 我没事 抱歉 我应该仔细确认一下泡米的日期 不 其实和帕朵一样 我也做过类似的梦 在梦里 我们都成为了英雄 但 我们也是失败者 只要能留下延续希望的火种 就不算失败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 我想我们仍旧会团结在一起 无论多少次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人类一定会战胜那些灾难 哼 难道说你也梦到过 没有 大家一起许下新年愿望吧 也许会实现了 那我希望每天都能睡个安静的午假 哎呀 恐怕不行哦 小帕德 我的愿望是 每天中午都是演出时间 哈哈哈 饶了我吧 魏巍姐 希望毕业论文能顺利完成 这就是学生时代的烦恼吗 真希望来年加班少一点 秦姐 你呢 别看我 我没什么新年愿望 哦 这也就是说 你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请你闭嘴 轮到你了 小格勒兄 愿望 想不出来 可思摩有什么愿望吗 呃 我 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不 对我来说还早了些 眼下最重要的是 对了 希望今后所有英雄限定配色的点残板模型都能强到 不不不 还是许愿单抽出奇迹比较可靠 等等 说出来会不会太幼稚了 啊 算了 苏 你说吧 愿患者痊愈 愿时间再无病痛 哎 苏的愿望有点难啊 夜店呢 我吗 愿时光涌住此刻 愿明日 啊 只是句歌词罢了 以后再告诉你吧 好呀 那么 你呢 我的愿望 很简单了 我想创造一个永恒的乐园 没有灾难 没有战争 在那里 每一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理想 每一个人 都能够幸福的生活 想什么呢 那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吧 不一定啊 凯文 你的愿望 可以告诉我吗 我的愿望 有三个 其一 希望工作顺利 其二 希望来年 能和梅在同一个城市 见面的时间多一些 哈哈 哎呀 看 太阳升起来了 真美啊 等会儿我们去打雪仗吧 我跟成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遇到彼此 我们的人生 会是什么样子 比起独自一人 也许 还是和朋友们一起看的日出更美吧 那些宵夜的契机 让平凡的时光 迸发出耀眼的奇迹 虽然被许下的愿望 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但名为一只的种子 早已在心中生根 发芽 等到春天 绽放出绚丽的花 而那个春天 终会降临 嗯 对了卡文 你还没说第三个愿望呢 我希望 你十分钟 你会试着 我最喜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